凯迪拉克全新CT6已经在5月28日正式上市 售价区间在35.97到46.97万元 这个价格我们认为在同级别的车型较量中 还是极具竞争力的 考虑到在上市之前 我们就已经受邀在上期通用广德式车厂 抢先体验了全新CT6的动态性能 所以下面就给大家对试驾做一个总结 我把试驾体验的观点总结为两个重点词汇 产品延续与邮电同权 今年凯迪拉克的车型开始陆续迎来了换代 全新的凯迪拉克CT6在外观上 沿用了这一代家族式的设计 多层次的几何钻石切割层面 体现了凯迪拉克的经典设计元素 直列式的LED流光大灯 配合全新的前包围设计 非常有运动感 没错这里我要重点积极的就是运动感 这是我认为凯迪拉克全新CT6最重要的一个进化 就是它与凯迪拉克的轿车产品系列 尤其是CT5形成了一种极具有风格延续性的产品系列 CT5作为凯迪拉克标杆的轿车产品 所表现出来的运动化风格 已经受到了市场的认可与肯定 全新的CT6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从内到外延续了这种产品的定位与风格 我认为这会是产品一次成功的进化 全新CT6采用了短前旋长后旋的50比50完美车身比例 车身尺寸为5223毫米 1897毫米 1473毫米 轴距也是达到了3109毫米 搭配19寸轮毂 妥妥的C级尺寸标杆 基于单缸最优理念开发的2.0T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采用前纵制的安置结构 后轮驱动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达到了同级别最优的174千瓦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350牛米 再配合同级唯一的时速变速箱 使它的综合油耗相比前代产品降低10% 达到7.59升每百公里 当然作为凯迪拉克的高端车型MRC电磁悬挂系统无疑是亮点 这让全新的CT6自然也搭载了家族最新的第四代MRC电磁感应悬挂 综合能力上的提升毋庸置疑 试驾当天上汽通用广德式车厂遭遇暴雨天气 我们在充满积水的湿滑路面上进行 急加速、刹车、迷路、绕桩、小赛道等操控性能测试 在全新的底盘悬挂系统加持下 CT6表现出了非常棒的极限操控性能 也进一步证实了凯迪拉克轿车系列延续下来的运动感 在全新一代CT6上得到了由内至外的全面展现 实际上回到我们日常驾驶 经常会碰到各种坑洼、凹凸不平的复杂路况 而MRC4.0主动电磁感应选挂在维持车身动态稳定方面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可以通过视频看到车身在经历颠簸路段时 能够维持很好的抓地力并且降低车身颠簸感 在增强驾驶者操控信心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保持了C级轿车应该有的稳定性和舒适感 内饰方面 全新凯迪拉克CT6全系标配9K环木式超视网膜大屏 车载及旗舰的高通8155芯片 并支持5G连接 具体装车效果可以参考凯迪拉克传电SUV锐哥 这绝对是这一级别里一套完美结合了 科技感与豪华感的内饰设计组合 并且与内饰硬件延续相对应的 大量在凯迪拉克传电SUV锐哥上出现的智能化配置 这一次也全都出现了在全新CT6上 例如智能化的语音控制系统 基于百度生态丰富的车载APP应用 持续的OTA升级能力 以及全新一代Super Cruise 超级辅助驾驶系统和全自动智能泊车系统 讲到这里就要引出凯迪拉克CT6另一个关键词 也是贯穿这一次上期通用产品迭代的一个关键词 油电同权 既目前在电车上普遍会配备的科技化智能化配置功能 在通用新一代燃油车产品上同样也会配备 让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的车主 在车型使用上都能达到同级领先水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理念 也是体现了凯迪拉克这种成熟汽车企业 以驾驶者 以乘坐者 以人为本研发的产品理念 油电同权的产品理念在全新CT6 以及后续更新的上汽通用产品上 都会得到一个良好的贯彻和体现 作为凯迪拉克的旗舰轿车 全新CT6在内饰的豪华质感营造上也做足了文章 全新CT6采用了Find Napa真皮搭配V型灵纹缝纷工艺的座椅 看上去的质感摸上去的触感 以及坐上去的舒适感都非常优秀 中共台和内饰版选用的拉丝帧铝试条内饰质感 达到了该有的豪华水准 整车的静音达到了与电车同样的水准 在试驾过程当中 主动降噪系统对外界各种噪音的对抗处理非常到位 已经在锐哥上有了很好表现的AK值音响 同样出现在CT6上 试驾后我认为这次全新的CT6会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产品迭代 贯彻在这一代CT6上的两个产品理念 外观设计和架控性能上 更明确的侧重与运动性 与已经深受市场认可的凯迪拉克CT5 形成了连贯的带有明确品牌风格的产品序列 油电同权理念下 对于车辆科技化智能化的一系列配置功能提升 让全新CT6在现阶段的市场中 可以拥有不俗的产品力 35.97万元的起售价也足显成益 所以我们期待全新一代CT6 在上市后的销量表现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